今天有一個新的消息 說以前特徵組給瑞士的函 都是說要求要凍結的 像陳怡然出來講話 他要再積極透過管道跟瑞士連繫 他第三度要求的是什麼 將這兩筆巨款 就是所謂的12.7億 請他們匯回來台灣 最高點指定的這個帳戶 胡大哥看起來 態度是比較積極一點 可是做得到嗎 陳怡然主任這個作為當然 我是贊成 非常好 你就第三度要求他回韓 問題是之前 在兩個禮拜前 陳志忠刻意的透過媒體 陳東豪先生 把那幾頁的話文文件丟出來 他一個目的很針對性很強 因為扁辦接著說 特徵組隱匿證據 事實上這是要意圖 要污名化特徵組 當然陳怡然主任也出來否認說 絕對沒有收到 像我的關心是 特徵組可以不斷的被挨打 然後沒有任何表示嗎 當然也可以不回應 嚕嚕不動 但是蔡守遜在一審判決的時候 特別有交辦 特徵組要偵查陳志忠 我的呼籲是我建議這樣子 做給我們看 除了志文給瑞士檢方以外 是不是應該按照蔡守遜法官的 判決文裡面所指示的 約談陳志忠 把這問題談清楚中可以吧 這種應該做了吧 如果真的有疑點 為什麼不收押呢 我還是做這個呼籲 翊宏啊 本來錢都已經要不回來 要求凍結都已經有困難 我先解釋一下中信那個講法 現在特徵組在二審判決之前 根本不會問陳志忠 有關貪污的事 為什麼 很簡單嘛 另外一個 因為這是法律見解的問題 你蔡守遜的見解就是說 你洗錢跟貪污是一個罪啦 如果二審也維持這個看法的話 陳志忠不需要特徵組 偵辦他貪污 他就可以對他貪污進行判決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種情況下 就等二審看他的法律見解是怎麼樣 這個是比較複雜啦 那所以這種情況下陳志忠 根本不可能有羈押的情況 不可能啦 好來 第二個 他什麼 現在真的去要求 是要把錢匯到這個帳戶裡面回來 這種這種 如果前男真的有這麼講的話 就是迫於輿論的壓力嘛 什麼叫迫於輿論 他們辦案 因為特徵組坦白說了 這個錢 那兩筆錢都已經被凍結了 你說連5.7也被 都凍結了 這個不是 不是真正表面上的司法復助 而是透過他們私下跟檢察官的接觸 錢是被凍結的 是凍結的 凍結了 但是距離能匯回來 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陳志忠說 他錢被動了匯不回來 也不是沒有道理 5.7也他也想把他匯回來 不過陳志忠的5.7也匯出去的時候 他是到很多地方設立主上公司 弄了好幾個帳戶 然後轉來轉去 就弄到最後 錢之中呢 真的要把5.7億把它匯回來 事實上也要有很多手續 是有困難 他也沒有那麼認真要做 因為他把他匯回來 那他的目的是要認罪協商 那看認罪協商 特政主也沒有那麼大的意義 要給他認罪協商 他也不會有那麼願意把錢匯回來 所以就卡在這邊了 欸 憲同 所以兩邊都在工房 特政主講說 我去把錢趕快匯回來 這是一個 陳志忠今天晚上最新消息也講到 你要我再簽公文都可以 我就想辦法把錢要回來 可是到底匯了 我們還能夠相信陳志忠嗎 陳志忠如果再做一件事 就明天再做一次 他說恨不得錢明天就回來 沒錯 我想我們這裡了解這種金融 那個蔡委員很了解 這錢我們是放在那裡 你現在是要回到 我告訴你 五天到七天一定回得回來 再有劉一宏所講的什麼複雜狀況 都可以解決 這是要做不做而已 你再做一次給我們看 不要去講過去 過去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過去有一個一審 你想要用這個錢去買這個 認罪協商 然後在這邊拉扯 這樣一個問題 以至於你的行為 就變成沒有辦法 但一旦在這裡你指控別人說 這個是因為他們怎樣怎樣 我所以我錢會不會回來 就是說 就並不因這個狀況沒有消失嘛 你就去做 然後我們五天到七天之後 看到錢會回來 你對了嘛 你就證明對方錯了 對不對 你做了嘛 那陳雲南也可以做啊 也可以說 你如果現在都沒回來 你把委託書跟所有的這些東西都簽出來 同意書都簽出來 我們派人去啊 直接去商量 為什麼要用寫信的呢 寫兩次信如果沒效的話 第三次信也沒效啦 就是人去 然後去搞清楚 瑞士是什麼原因 哪一條理由 說啊現在因為這樣的關節 沒有辦法 也給我們一個交代 來來問財經專家啦 蔡偉 今天的消息是這樣說 他北岸上個月 11月1號一審判決 就是蔡守信這個庭 判決之後 特徵子認為說 有罪的判決 大概已經可以讓瑞士至少肯定說 台灣打擊洗錢公罪的這個誠意啦 所以他們走走什麼 把判決書的外文益文 就把它翻例完 然後呢希望跟瑞士提出說 你至少啊把這個不划手的 先還給我們 你先把這個 我們這邊有個帳戶嘛 高檢署這邊有個帳戶嘛 你先把他匯回來 有可能嗎 我想首先呢 大家可能要先放輕鬆 來看待這個問題 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問題啊 全貌還沒有浮出檯面 剛才易鴻兄 可能從特製部門 得到消息說 這兩筆錢已經被瑞士凍結了 而且是透過私下的 那疑問是 瑞士如果真的有凍結 一定有一些公文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你瑞士不發喊 告訴我們說 特製部門說 這個已經是凍結了 這第一個疑問 第二個疑問啊 就是說 如果竟然是瑞士司法當中 已經正式明明把這些錢給凍結了 那請問你 你陳志忠能會嗎 什麼動作做也沒有用啊 你就直接告訴我 錢被凍結了 我沒辦法回來 那第三個特製部門說 我要用這個一審判決文 把這個被凍結的錢 能夠返還 匯回來給台灣 不管是用罰金的名義 什麼名義 拿回來給我們台灣 台灣的特徵組充施國庫 這我也處理 因為你定驗了沒有 你沒定驗嘛 那進了多少 你也還不是很清楚嘛 那不管如何 就現在狀況來講就是說 你瑞士的檢方 或者瑞士的法律相關的單位 並沒有給我們台灣官方 任何白紙黑字 曾經這個事情 那只是說 我私下自然跟你講 請問可以這麼做嗎 這疑運當然很重重嘛 那我要回過頭來就是說 就我所了解就是說 要跟瑞士用錢 這好像不是用這種方式要的 不管過去汪傳普也好 現在也好 好像不是用這種方式要 用這種方式不要得到 這種方式也要不到 也要不到 那再來就是說 等一下蔡委員 那怎麼樣才要得到 這裡面過程 如果像那個 先我講的 當然最極端的金錢 就是說 我們官方的人跟陳志忠 一起去現場領錢嘛 證明在這次外 這不可能做到了嘛 那你從那個銀行的立場來講 你瑞士官方告訴我凍結 so what 這個錢本來就在我銀行的名下 叫威格人 就在我威格人的名下 不是在陳志忠名下 先搞清楚 我跟你之間 不過是個信託關係 它並不是銀行存款 或銀行放款這個銀行 所以這個錢要動它 非常的難 而且威格人銀行 他們的經驗裡面 不想要面對過 多少的司法案件 多少的稅務案件 多少的政治案件 從來沒看過 他們乖乖把錢吐出來 所以這一期的時報周開的 獨家報導是說什麼 貶價在瑞士的 1億美金這個資產 按平均匯率去折算 大概是31億的新台幣 這些資產的項目繁多 閃在很多個銀行裡面 其中什麼 隱密性最高的威格人銀行 替貶價存的資產最多 可能有超過21億 那我問兩個大的問題 第一個 你的特殊組去要 要連凍結都有問題 你現在憑什麼把錢要回來 第二個 有這麼多錢在威格林 實力威格林怎麼會 剛剛這個蔡文講的很重要一點 是現在存的銀行 是威格林銀行 這間銀行 老實說他連美國都不理 當年美國要進行 所謂的他們的一些 所謂海外的資產調查的時候 要查稅金的時候 威格林這家銀行 甚至於通知他的客戶 你美國的帳戶趕快清一清 趕快把這個在美國的帳 這個所有的財產清掉 要免得被美國政府來清查 他是面對他的客戶 進行所謂的服務 所以如果威格林今天 你陳松有辦法透過你的管道 把你的錢存到這一家瑞士 歷史悠久的威格林銀行的話 表示你呢 他已經認定你這個客戶 不管你是背景還是 不管你各方面來講 他已經認定你 所以他在這樣的一個銀行裡面 他甚至於當你發生危難的時候 他會協助你來進行脫逃 所以我們講很奇怪 不過我們也納悶 瑞士聯邦檢察署 既然跟我們有做司法付出 要求你銀行應該做配合的時候 哪有一家銀行可以不做配合 有 有這麼一家銀行 這家銀行叫威格林 所以我們覺得比較納悶 我們目前跟他沒有司法付出 對 我們沒有跟他付出 但是問題是 我們已經透過管道 我們的檢察官員 也前進到了瑞士去進行溝通 但是到目前為止 包括他們所謂的司法及警察部 都講說 沒有輸到台灣官方的任何申請 這一點我是覺得很奇怪 特徵組竟然沒有所謂 這樣申請嗎 我不曉得是瑞士聯邦檢察署 跟瑞士司法警察部 這兩個單位有出路這麼大嗎 如果這樣的話 這很奇怪 沒有 包括朝鮮在內 最近大家都喜歡吧 我也跟你講的神通廣大 無耳不作無所不用積極 我有保留 但是我沒有證據跟大家辯論 就等著看嘛 但是我們今天對這個新的消息 我們解讀要嚴謹一點 這個應該是三度去寒 但是第一次要求匯匯 那去的單位 是司法警察部呢 還是下面的警察總署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 我在特徵組做一個動作 是應該的 因為他的自我解讀是說 以前這個案子還沒定 那現在一審判決 我把它翻成你看得懂的法文 然後我給你 這個什麼 這是一個表態 起碼也對國人有一個交代 那至於有效沒有效 剛才蔡委員已經提過了 也許對方要求說 一審判決不夠 三審你也可以跟你說 但是他畢竟要做 因為他不做的話 那憶使大哥麻下去了 國人的壓力又來了 所以我今天肯定 特徵組該做就做 這個是一個必要做的一部分 有效沒有效再說 所以玉美 我們可以肯定他的態度 就是要去把錢趕快匯回來 可是重點是 到後來看起來 會不會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其實我覺得特徵組 在這個地方 必須首先要先去釐清 到底前面兩次 他所謂就是 他去要求凍結 到底凍結了沒有 坦白講其實 如果按照陳雲南 今天早上的一個說法 他說他特徵組 在去年兩度發函 給瑞士聯邦檢察署 申請凍結 但是對方都沒有回覆 所以可見 是不是對方根本就 根本就成為剛剛 我們來賓講的 他根本也還沒有凍結 所以第一個 他到底有沒有凍結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特徵組有權 叫他把錢匯回來嗎 如果說他今天 至少7.4億是可以證明 他是不法所得 可是5.7億 到底能不能夠證明 他是不法所得 如果他不能夠證明 他是不法所得 基本上威格林也為什麼要聽你的 說我就把錢幫你匯回來 除非陳志忠有簽字 要他把錢匯回來 可是目前如果 那個就是那個 就是之前中央社他有提到嘛 他們有去問瑞士司法 跟警察部的人說 他從來沒有借過說 要匯錢 那其實其實不是 陳志忠不是要去跟警 假設我們前面的邏輯是 他根本還沒有要求被凍結 所以這個錢就變成是活的 這個錢如果是活的 就不是什麼警察署也好 檢察署也好 去要求威格林要匯回來 而是錢的所有人 叫做陳志忠 自己要去要求銀行 把錢匯回來 那所以陳志忠到現在為止 到底有沒有去跟銀行講 要匯回來 這一點也從來沒有釐清過 好 今天晚上最新的 陳志忠說 他們會願意重新簽署一份 印證說他願意要回來 問題是要不要的回來 大家還相信他嗎 剛剛我們的來賓大部分是肯定說 好 特陳志忠可以要求把錢匯回來 可是可能會不回來 另外 現在我們幫我們注意到 一個很重要的點 上次公佈的法文的資料裡面 幾乎都是以陳水扁為中心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甚至那個保險櫃裡面 到底有多少東西 這個是特陳志忠現在去喊 真的錢就可以要的回來 就是關鍵喔 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 慢慢回來